神探大战 两边有水声,门口有小桥,下到第29个台阶 门口有风车声,转弯在下38阶 这个被蒙住头脸只穿内衣,伤痕累累的女孩 被人抓住折磨了三天 她逃了出来并默剧下逃出来的路线 成为屠夫案唯一的幸存者 这是神探大战开头一幕 被称为屠夫的变态杀人狂 残忍杀害了多名年轻女性 警方根据这个幸存者的记忆 找到了部分受害者尸体 锁定并击毙了犯罪嫌疑人 四年后,魔警案 发布会上,颠老神探李俊推断出 除了死去的三个警察 当时在场还有第四个人 魔警案和屠夫案一样 都是栽赃嫁祸的冤案 17年后,神探案 以神探为名的犯罪组织 针对许多冤假错案悬案开始了复仇 这些年轻人都是冤假错案受害者的子女 他们和精神不太正常的颠老神探李俊 以神探夫妇为首的警方开始了斗法 这部电影剧情亮眼 演员们演技惊艳 特别是刘青云 你永远可以相信她的演技 没见过哪个演员把精神分裂诠释到这个程度 看到有观众说 反派选角更推荐林家洞、谢霆锋 有道理的啊 谢霆锋自有一股一正一邪的气质 林家洞更绝 想象一下她的眼神就能感受到那种狠和恐怖 演技之外 这部电影的节奏也是非常之快 信息量极高 错过几秒都可能错过关键信息 看完意犹未尽 爽快至极 当然也有不足节奏快又过快 没有留给观众太多思考的时间 也显得有些人物太单薄 大反派都没有用过多笔墨 表现她的过去 她的内心 更不要说总督察黄欣等人 行动工具人 缺失了许多人物魅力 但是霞不掩鱼 好电影 人生大事 小女孩一觉醒来 怎么也叫不醒睡在她身边的外婆了 她还不懂生死 只知道一群人把外婆装进一个黑盒子里 带走了 这是电影人生大事开头一幕 小女孩叫小文 手拿红银枪 头上两个小啾啾 像个小哪吒一样 她没有父母 舅舅家没有她的容身之处 世上只有外婆是最爱她的 她就记下了带走外婆的车牌号 找到了做殡葬生意的墨三妹 朱一龙饰演的墨三妹 和她往日温文尔雅的形象大相征庭 酷炸背心筋链子 张口闭口老子老子 就是个流里流气的底层小人物 她曾为女朋友打架 进过监狱 刚醒满释放 女朋友怀了别人的孩子 离开她 肩服老六也是她认识的人 混得比她好多了 她的父亲看不上她 万人也对她这个职业避之不及 墨三妹嘴上嫌弃 但还是给了无处可去的小文一个家 于是两个同病相连的人开始了相互救赎 电影中讲述了很多死亡 小文外婆的死 患病小女孩的死 肩服的老六的死老墨的死 把平时中国人会墨如深的话题讲了个仔细 最有记忆点的是老墨的死 她送走了很多人看透了生死 她不在乎什么仪式 用自己的死给墨三妹出了个难题 最后她的骨灰伴随着烟花飞上了天 生死都惨如下花 还有小文外婆的死 小文的电话手表里都是外婆一声声的叮嘱 外婆的声音响起的时刻 她的爱跨越了生死 成长和死亡 交汇了墨三妹责任和担当 她告诉小文外婆变成了天上的星星 会掉入她的梦里 而他们就是种星星的人 小文告诉她 她知道外婆再也回不来了 但是她不害怕了 因为她有家了 这部电影用死亡讲活着 看完觉得生活中固然有许多烦恼和不顺 不妨看淡一些 开心快乐地活着才最重要 写在最后 这是同期上映的两部影片 神探大战斗瓣6.8 人生大事斗瓣7.3 票房口碑也是人生大事遥遥领先 但个人更喜欢神探大战去影院的话 更想看到这样的作品 千人千面 题材不同 各有受众吧 本文为闪电小姐原创 期待您的点赞 关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涉及版权 请联系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